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辈称呼为哥的人物 大多是对于同辈师兄的尊称 毕竟这个看似草台班子一样的社团 讲究理法为先 但是也有例外那便是刘晓婷 刘晓婷1993年出生于河北 本名刘家 2009年进入德云艺术传习社学习相声表演 作为约云鹏的大弟子 刘晓婷的辈分很低 后台大部分演员都是他的师叔 师大眼 更有谢金这样的人物 基本算是凌驾在辈分顶点的人物 可是所有人包括谢金与岳云鹏 面对刘晓婷都要喊一声二哥 这个中原油很是微妙 刘晓婷毕业于德云社的传习社 而且成绩也是遥遥领先于众人 因为在家中排行老二 大家开玩笑戏称他是二哥 原本只是好玩 略带有些戏谑性的称呼 在毕业的时候被大家带入了德云社的后台 眼见着一同学艺的伙伴 成为了自己的小师叔 大家见面难免有些尴尬 于是二哥这个称谓成为彼此破除隔阂的桥梁 于是乎德云社的后台出现了这样的场面 一方尊称师叔好 一方回礼二哥吉祥 毫不热闹 久而久之 二哥成为大众新一轮称呼的纽带 对于刘晓婷而言 称呼绝对不是他的唯一闪光点 作为德云社三代弟子 他拥有足够赶超二代弟子的实力 舞台风格欢托 相声基础功底强劲 除了偶尔在舞台上泛魂一下 几乎都是刘晓婷的优点 优点一 干较真 其实观众看多了舞台上的精彩的画面 有时候对于翻车也有了一些期待 对于刘晓婷而言 翻车几乎是他的常态表现 一手球服的表演 成为为自己迎来一跨成名的契机 对于永远也上不去的叫小翻 更是破音必备曲目 但是刘晓婷骨子里有一种韧劲 愿是垮愿要唱个明白 唱师傅的成名曲宋青郎唱到旺季 唱太平歌词的白蛇传 哭戏唱到笑场 可是他从来不害怕失败 跌倒就爬起来 一遍一遍的唱总能成功 信息品味 其实他有时候的表现真的不是为了搞笑 就是专程跟自己叫争霸了 刘晓婷能收获粉丝关注的点也是如此 他让人看见了最真实的自己 可以失败 但是从不放弃 优点二 敢拼命 这不是说刘晓婷敢在舞台上怼观众的拼命 而是他对于自己的进步 敢于刻苦努力的精神 其实在步入德云社后台的时候 刘晓婷虽然是传习社第三名成绩毕业 但是在舞台上 他并没有展示出第三名应有的水准 就连自己擅长的柳化 吆喝都没有出彩的地方 最后约云鹏的开山弟子 一段时间中 刘晓婷的表现并不理想 反观他的师弟上小局 舞台活跃异常 凭借建盟建盟的表演风格 很快笼络了一批观众 对于相声表演 其实也有解放天心一说 你在舞台上放不开自己 就不能将观众很好的带入 你设定的情境之中 很难盘活场子 以前的刘晓婷就属于放不开自己的典型人物 可能是经过七对不要脸的磨合 刘晓婷犹如一夜间开窍一般 以前舞台上木讷的少年 逐渐开始走上泼腹路线 以前总是被捧跟张九泰 怼到哑口无声的小黑土豆 如今不仅学会了怼回去 更是会用包袱的三番四斗 来为自己强化语言的攻击力 不仅稳住了舞台 更是提升了整体节目效果 以前的刘晓婷小动作很多 这也是源于不自信 和骨子里有一定自卑的劲儿 或许还有她想要急于表现自己的原因 如今她开始学会放松心态 踏踏实实完成每一场演出 从前的刘二垮 尊重崛起为二哥 这种进步也是观众有目共睹的 十年学艺 七年打磨 刘晓婷终于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那个站在郭德纲 岳云鹏身后的黑后生 终于踏步朝我们走来了